那我就先畫那個,我有蝴蝶的尺 這樣子好了,畫具象畫你們再看那種 好,這就是具象畫 畫圖有分具象跟抽象 畫具象給你們看 你密號就會有老師畫畫為什麼我這麼穩 很少用橡皮紙 因為老師以前畫畫就是我的老師 只要我講到一個畫不好,他就把我整張紙撕掉 然後全部重畫,這樣懂嗎? 老師是這樣信念出來,所以畫畫很穩 基本上沒太多的失誤 是這樣被信念出來 所以如果要像老師這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作品撕掉 畫不好就撕掉 你就會越來越穩 然後你看你就是這樣子 取元素號,那你可以上色號 上色這樣 不一定要上滿,就是看你自己怎麼去你的元件 然後倒倒把它用在你的設計上面 這就是把,你也不要太有壓力 你就當作你在紓壓 因為現在你畫不好就是在修改 你也不要太有壓力 你就當作紓壓 我就說如果你要像老師一樣很少用橡皮擦 就是用老師跟你講的方法 這是唯一這種方法 這樣你以後就會像老師一樣很少失誤出現 這就是你看我來畫它的元件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是我剛剛講的圖案 那個圖案圖案畫 除非你抓住它的元素之外 你還給它圖案畫 都可以用在你的設計上面 好,這都能在紓壓 先不要給你太大壓 你就當作紓壓 好 先不要給你太大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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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一個元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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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